根据中央气象局播报 因为热带低气压已减弱成为低气压 周四16日起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吹拂 会带来偏多的水汽 中南部从16日开始 会连续三天对流旺盛 清晨有雨 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短暂震雨会可能持续到中午前才会停歇 气象局在16日清晨6点5分发布了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的大雨特报 雨特时星象下三角气象局表示 受到西南风影响 水气增多 清晨至上午在中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震雨的出现 而且在云江南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 至于北台湾的午后 也会有明显雷震雨出现 气象局预估 周五、六、十七日、十八日 水气会减少 但仍受西南风影响 清晨至上午 位于银峰面的中南部 仍会有局部短暂震雨或雷雨 午后山区、北部、东北部、东部 也会有局部短暂震雨 雨图片来源 中央气象局 时星向下三角细温部分 各地高温会来到33度至36度C 因西南风沉降影响 天系高温炎热 东南部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 从新竹、桃园、新北、台北、基隆、宜兰、花莲、台东都有高温灯号的出现 其中新竹、双北、宜兰、花莲为橙色灯号 要提防36度高温出现 图片来源 中央气象局 中日至下周三 19到22日 因为太平洋高压增强的缘故 南部清晨会有临近降雨 中部以北、东北部和山须午后会有短暂震雨 未来一周将会是高温炎热的天气 平均高温会落在34至36度C 中央气象局